我们肝脏的肿瘤有良性的 也有恶性的 恶性的当然就是 最常听到的肝癌或胆管癌 那良性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血管瘤 血管瘤是肝脏里面的血管 它异常增生 变成一个瘤的样子 那我们称为血管瘤 实际上血管瘤是蛮普遍的 尤其在年轻的朋友 他去做体检 超音波就发现肝脏的瘤 常常以为是肝癌 那么血管瘤怎么样区分 是血管瘤还是肝癌 大部分的情况下 超音波是可以鉴别的 但是有时候 比如说它很小 或它的形状样子不典型 这个时候普通会加做电脑端程 或核子公正 加上这两种检查 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 大概就可以区分是不是恶性的肝癌 或者是血管瘤 当然有时候做了血管瘤 所以电脑端程还是不大容易做区分 这个时候一个方法就是追踪 追踪 假如两三个月在追踪 一般假如恶性的肝癌的话 普通会长得比较快 血管瘤大概两三个月不太会长 就是这个去方法 真的假如没有办法 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做切片 当然做切片有时候有它的风险 但是一般来讲 假如血管瘤小的时候做切片是还好 大的血管瘤就不能做切片 那是容易出血 当然假如说你有壁肝有吸肝 那就要判断是肝脏的瘤是血管瘤 那就特别小心 因为我们知道壁肝吸肝是容易长肝癌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 他有壁肝吸肝肝脏长得瘤 开始以为是血管瘤 后来才发现是肝癌 那还有有些朋友以为是肝癌 后来才发现是血管瘤 所以这个事有时候常常会误导 领众让病人紧张 那当然就是假如胎药蛋白有高 肝脏有肿瘤 这个大概感觉99 大概不是好东西 所以要整体去判断 不过最重要就是要找 肝胆肠胃科状科医师帮你判断 还要问医生说 你这个肿瘤 大概有几层的把握 是坏的还是好的 那有时候医生也很困难决定 那就是要用刚刚讲的方法 做电脑断诊和共振 或参考太后碳白的指 看看有没有立肝吸肝 或者是在追踪或做切片来决定 矫针的血管瘤 一般是也会长大 但是长得速度很慢 这是大概可以区别的 那么血管瘤 本来就是这样 它脚位真的很大 比如说长大左叶 那甚至也把右叶也压破了 或者是往左边突出压破到胃了 或者是有可能破裂的危险 那就要考虑做切除 看到切除 那目前没有什么药物 可以让血管瘤变小 包括保健食品或乒乓草药都没有办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